朋友们好,这期继续分享屌丝240,彭白权默默点头,他明白乔良的意思,现在有人如此着急地跳出来对此案横加干扰,恰恰说明断绝的死恐怕不是一起意外,但彭白权担心的是对方能指使市局这个层面的力量干扰此案的调查,这背后牵扯到的人物能量也太大了。 想了想,彭白权说道,乔书记,可现在市局要接手案子的调查,我们就没办法了。 乔良笑道,彭局,你这是一页账目,市局要查就让他们查,但谁规定你们县局就不能接着查了? 彭白权神色一动,乔书记,您的意思是我们暗地里悄悄继续查。 乔良点头道,没错,你们和市局各查各的,这并不冲突,你说是不是? 彭白权苦笑,说是这么说,但一旦让市局的那位前局长知道,恐怕要少不了一顿批评,不过比起直接跟市局对着干,这无疑是比较稳妥的一个折中办法了。 乔良又道,彭局,就这么办吧,明面上你们规规矩矩执行市局的指示就是。 彭白权点点头,那就按乔书记您的指示办。 从乔良办公室离开后,彭白权心事重重,明哲保身的道理让他不想掺和进这么深的一滩浑水里,但他这次调到达关来。 无论是乔良对他的信任,还是来之前冯运明对他的嘱咐,都让彭白权意识到自己不能退缩,这也恰恰是让彭白权现在感到为难的地方。 时间一晃到了下午,乔良陪着李有为再次到郑林乡考察。 郑泰集团已经初步确定在郑林乡投资一个田园综合体项目,正式进军生态农业领域。 记住网址。 郑泰集团投资郑林乡的这个田园综合体,投资规模并不大,约某一个亿左右。 这对郑泰集团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钱,哪怕是最后投资收不回来。 郑泰集团也能承担得起这个试错成本,但对于郑林乡而言,这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招商项目。 李有为拍板这个项目,既给了乔良面子,也给了那位在省宣传部工作的老朋友面子。 对方那位在郑林乡挂职担任乡宣传委员的晚辈吴林,一直在积极跟他沟通。 要促进这个项目落地,李有为也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下来。 在郑林乡考察时,李有为突然问起有关西风峡谷景区度假村的事。 梁子,我听说西风峡谷度假村的那个老板断绝,突然出意外死了。 乔良差异道,老板,您怎么知道这个事? 李有为道,我是从商报上看到的,这是咱们省商会自己办的一份报纸,叫江东商报。 基本上每周出一期,上面主要是咱们江东商界的资讯,我看到了有关断绝的报道。 乔良恍然,原来李有为是从这个消息渠道上看到的,点头道,老板,是有这个事。 李有为道,断绝突然意外去世,也不知道这个度假村的产权归属是否会有变动。 乔良听出了李有为的话外音,老板,您对这个度假村感兴趣。 李有为笑道,那肯定感兴趣,这个度假村算是比较优质的资产。 背靠西风峡谷这个省内知名的五级旅游风景区,度假村并不缺客源,而且你也知道我们正泰集团早在前两年就开始布局旅游业了。 我对于这个度假村还是很感兴趣的,如果能收购过来的话,那是最好不过。 乔良下意识点着头,正泰集团布局旅游业, 他倒是清楚,前两年收购彤彤和老三创办的旅行社,就是正泰集团进军旅游业的一个举措。 现在看来,正泰集团是要加大投资力度了。 乔良很快就到,老板,你要是对这个度假村感兴趣,可以跟他们公司接触一下吗? 段爵虽然去世了,他的公司里肯定还有负责的人。 李有为道,我特地了解了一下,段爵好像就一个儿子。 似乎也出意外死了。 乔良点头道,是有这么一回事,这个事还就发生在我们县刊守所,案子可能还有点蹊跷。 当前我们县局还在查,不过这跟你想收购他们的度假村并没有直接冲突。 你们正泰集团有这个意向,直接去跟他们公司接触就好了。 现在断绝的公司,应该是他的媳妇在做主。 乔良同李有为简单说了一下情况,他显然支持正泰集团收购度假村。 李有为点头道,行,回头我让集团的人正式跟他们公司接触一下。 两人聊了一下度假村的事,在乡领导的陪同下考察完田园综合体项目后,初步确定了项目签约的时间,算是将这个项目正式敲定下来。 晚上回到县里,乔良请李有为吃饭,这些日子,李有为跑达官跑得挺勤,乔良和李有为见面的频率也比平常多了不少。 第二天上午,乔良来到办公室,忙到上午十点多,然后翻阅着秘书夏俊玉送来的最新一期内看。 夏俊玉正是乔良自个挑选的新秘书,在由陈芳阳带了几天后,现在夏俊玉开始逐步进入秘书的角色中,不过最终能否让乔良满意还是个未知数。 对于夏俊玉,乔良现在是边观察边使用,如果不合适,那就只能再换一个。 不过眼下,乔良的注意力都在这一期的内看上,因为上面有省一把手陶仁华的批示。 而且还是跟达官县有关的,在一篇有关建设事与交通治安管理新型思路的文章上,陶仁华做了亲笔批示,点名达官县的交通治安管理有待提高。 陶仁华做了亲笔批示,上上下下自然都不敢轻视,在陶仁华的批示后面,省府分管交通的副职以及省厅一把手先后写下了批示,到了市里。 郭兴安以及市长林松源,市里分管的副市长也都紧随其后做了批示。 乔良这回看着陶仁华的批示,着实是一头雾水。 心想,难道是上次陶仁华来县里出席全省组织干部大会,发现了什么问题? 但如果是上次的问题,陶仁华应该会在离开前就直接指出来才对。 不至于等到过了这么多天才突然在内刊上的这篇相关文章上做批示。 乔良并不知道陶仁华在上任一史时途经了达官,当时田旭飙车差点撞到陶仁华。 这才是陶仁华在这一期的内刊中看到相关文章做出亲笔批示的原因。 乔良一时琢磨不透,但显然也不敢有半点疏忽,很快就写下了批示,将秘书夏俊玉叫进来。 小夏,把这个批示转给县局的负责同志,让他们务必要高度重视,近期要狠抓交通治安管理问题。 夏俊玉文言点了点头,拿着乔良的批示走了出去。 省城黄园,田旭今天来黄园办事,又被赵清正狠狠训斥了一顿,对此,田旭早已见怪不怪,老头子现在除了嘴上发狠骂他几句,拿他毫无办法。 准备返回达官时,田旭的电话响了起来,见是张丰扬打来的,田旭随手接了起来,什么事? 电话那端的张丰扬道,田绍,今天上午,江州市的正太集团过来跟公司接触,说是有意收购西风峡谷景区度假村,你怎么看? 田旭眨了眨眼,正太集团。 张丰扬以为田旭不知道正太集团,进一步解释道,这是咱们省内很有名的一家大企业,还是上市公司来着,实力雄厚。 田旭撇嘴道,废话,我当然知道,你以为我有那么孤陋寡闻吗? 我只是奇怪,正太集团怎么会突然对度假村感兴趣? 张丰扬道,这也许是人家的业务发展需要吧,他们集团也有布局旅游业。 田旭恍然,想了想,说道,那就跟他们谈谈呗。 张丰扬眼神一亮,田绍,你的意思是想出售度假村。 张丰扬之所以要在这件事上征询田旭的意见,是因为当初在对断绝的财产进行分割时,田旭要走了度假村的控制权。 当然,这些都只是他们的私下协议,要真正完成财产分割,还得通过后面走法律程序,但现在两人都还不敢妄动。 田旭道,卖不卖再说,先看他们出什么价。 田旭此时存了两手准备的念头,如果度假村的产权迟迟不能转到他名下,那倒不如让张丰扬将度假村卖了,然后把钱打给他。 这样一来,反倒不会那么引人注目,别人也不会注意到他,毕竟度假村是通过张丰扬的手卖掉的,而他拿钱套现,未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田旭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却听张丰扬突然诱导,田绍。 我现在虽然是段绝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段绝生前从来不让我插手公司的事。 再加上,他一直都是聘请的职业经理人打理公司,而且,公司也有一些其他小股东。 现在我突然要接手公司,内部就有很多人不服,我刚听到风声。 一些小股东联合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要修改公司的架构,要搞同股不同权。 这样一来,就算我继承了断绝的股份,也会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 田旭听到这话,头疼得揉了揉眉心。 特么的,外有达关线的桥梁一直盯着断绝的案子不放,那又有断绝公司的人对公司的控制权虎视眈眈。 靠,他想顺利吞下断绝的部分产业,还真是没那么容易,一不小心就会崩碎自己的牙。 眼里闪过一丝音质,田旭道,你看公司内部谁跳得最欢,把名字记下来,回头看我怎么收拾它。 对了,玉江和这个人也要充分利用起来。 从这次处理断绝父母的事情来看,这家伙的脑瓜子还是挺好使的。 虽说用的不是什么新鲜办法,但他能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也算是有点能耐。 张枫阳点了点头,行,我知道了。 两人通完电话,张枫阳拿着手机沉思着,目光阴沉。 秋天的凉意,伴随着立东时节的到来,多了几分入股的寒冷,不知不觉,已到了11月。 这一个月来,达关县开展了轰轰烈烈为期一个月的交通治安整顿工作,并且先后上了关州日报和省日报的报道。 省电视台的交通新闻栏目组也特地派人下来进行了专场报道。 而这些都是乔梁让县宣传部门积极跟省市宣传部门对接的结果。 乔梁不知道,陶仁华为何会突然做那么一个批示,既然搞不清楚情况,那就照张执行,并且把动静搞大一点,至少要让陶仁华注意到县里边确确实实付诸了行动。 这个月,乔梁又去了京城一趟,是在廖古峰出院没几天后,乔梁去京城看望了廖古峰。 住院半个多月的廖古峰,身体状态好了不少。 而乔梁也从吕倩纳得知廖古峰的化疗效果不错,目前的治疗结果可以说是十分喜人。 这也让吕倩和吕倩妈妈的心情都好了许多。 廖古峰目前还没有进入工作状态,只是日常会处理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 其余时间大多时候是在休养,他这次在组织的挽留下继续留任,同样也在组织的批准下,减少了工作量。 市里是秘书长洪本江的办公室,刚刚接完一个电话的洪本江,目光阴沉地坐在椅子上发愣。 电话是洪本江在省城黄园的朋友打来的,对方是纪律系统的一名干部。 但有关他弟弟洪华生的事,对方却是一无所知,这让洪本江本就糟糕地心情愈发沉闷。 不知道做了多久,洪本江看了下时间,知道郭兴安这时候有空的他,琢磨片刻后,还是决定去郭兴安办公室一趟。 郭兴安办公室,这回刚刚忙完的郭兴安偷了个闲,不知道和谁在发信息聊天,翘着二郎腿,脸上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看到洪本江进来,郭兴安不动声色地放下手机,本江来了,坐。 洪本江瞟了一眼郭兴安的手机界面,上面是还没有退出的聊天窗口,洪本江目光一闪,道。 郭书记,我弟弟的案子,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连人都不见了,达官县那边也不给个说法。 郭兴安听洪本江说这个,笑道。 本江,这是我问过乔良了,他说他确实不清楚,但这么一个大活人,肯定是不会凭空消失的,总不可能达官县纪律部门把人给弄丢了,再耐心等等消息吗? 洪本江听到郭兴安这话,差点就想吐血,郭兴安这是明摆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何况他就不信郭兴安没从这件事里瞧出异常来,对方这是典型的,揣着明白装糊涂。 瞄了眼郭兴安的手机,洪本江眼神变幻,郭兴安手机现在虽然息平了,但刚刚那一刹那,他还是瞄到郭兴安在跟谁聊天, 那个头像他虽然看不大清楚,但略微瞅见一个轮廓,知道是那个是歌舞团的女人。 此刻,洪本江心里犹豫起来。 短暂的沉默后,洪本江看似随意地笑道, 郭书记,我前天晚上好像在关泉路那边的商场看到您了。 郭兴安愣住,看着洪本江,你看到我了。 洪本江笑道,我好像看到郭书记您跟一个年轻姑娘一起进了商场。 郭兴安不动声色道,本江,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平时工作这么忙,还能有空逛商场。 而且还是和一个年轻姑娘,你这不是无稽之谈吗? 洪本江笑呵呵道,郭书记,我应该是没看错的,您当时穿着天蓝色的夹克,还戴着帽子。 洪本江顿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当时您还牵着那姑娘的手。 郭兴安脸色一沉,本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看你是眼花了。 洪本江陪着笑脸,郭书记,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随口一说而已。 而且,我也只是无意中看到罢了,我想我应该是没眼花的。 郭兴安脸色变得难看,特么的,他一向都十分小心,还能让洪本江无意间看到。 前天晚上,他是架不住那小妖精的再三要求,答应陪其去看电影,但为了安全起见。 郭兴安特地选在玩场九点多的电影,那时候商场人少。 再加上郭兴安觉得自己包裹得挺严实,被人认出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眼下洪本江说他无意间看到,郭兴安心里不免要打个问号。 目光在洪本江脸上来回扫了一圈,郭兴安眼里闪过一丝阴质。 不管洪本江是不是无意间看到,此时洪本江在这时候故意提起这事,还在他暗示对方是不是看错的情况下坚持说没看错。 郭兴安哪里会不明白洪本江的意思,对方这分明是暗含威胁。 郭兴安没吭声,洪本江也知道点到为止的道理,转而又道,郭书记,您看我弟弟这案子。 郭兴安沉着脸道,我会找相关部门了解这个案子的。 洪本江小心翼翼地又道,郭书记,我弟弟有可能被省纪律部门的人带走了。 郭兴安道,我会去了解得清楚的,必要的时候我会请人跟省纪律部门那边打招呼。 洪本江陪着笑脸,郭书记,那就麻烦您了。 洪本江并没有得寸进尺,郭兴安现在的表态已经是一种让步,他要是再多提要求,难保不会惹恼郭兴安,他能感觉到郭兴安现在恐怕已经憋了一肚子火。 郭兴安这时道,本江,没什么事,我要先忙了。 这是下烛客令了。 洪本江不敢多待,匆匆离开了郭兴安办公室。 目视着洪本江离开,郭兴安神色阴沉,他怀疑洪本江是在暗中跟踪他,否则不可能那么巧看到他,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家伙简直是狗胆包天,竟然敢跟踪他。 恼火归恼火,眼下郭兴安却是不得不重新审视洪华生的案子。 他对这个案子并不是一无所知,因为这个月以来,洪本江又在他面前提起过两三次。 郭兴安不可能无动于衷,但恰恰是了解了一些情况后,郭兴安才越发不打算插手。 毕竟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就消失了? 郭兴安打听到的结果是,洪华生被省纪律部门的人提走了,据说内部的办案级别还很高,因为连郭兴安都打听不到进一步的情况,这说明内部保密不是一般的严格。 这也是郭兴安对这事一副势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原因,因为答案并不难猜测。 洪华生一个科技干部,不至于让省纪律部门如此兴师动众。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是冲着洪本江来的。 既然洪本江被省纪律部门盯上了,郭兴安又怎会愿意再帮洪本江出面? 原本他对洪本江还存着利用的心思,但猜到洪本江被纪律部门盯上后,郭兴安心里就直接放弃了洪本江。 甚至在最近这些日子,郭兴安都已经在悄然寻思着如果洪本江真的出事了, 那他要找谁来接替洪本江担任秘书长的位置。 现在洪本江有意无意提及前天晚上在商场看到他的事,那意思就是要挟他。 郭兴安心知自己不可能再做事不理。 沉思许久,郭兴安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郭兴安脸上堆满笑容。 赵书记,您晚上有空吗?我想请您吃个饭。 电话那头的赵清正笑道,行啊,你今天来黄园了。 郭兴安笑道,我还在关州,不过待会就出发,挺久没回家看看了,今天打算回家一趟。 赵清正笑道,那行,晚上见。 放下手机,郭兴安烦躁地搓了搓脸,之前他差点被省纪律部门盯上,要不是苏华欣和赵清正联手帮他压下,他现在恐怕要天天提心吊胆。 如今好不容易平安度过了这一坎,可别因为洪本江又让纪律部门盯上他,所以这次他不得不帮洪本江活动活动,至少要让洪本江知道他确实出了理。 女人的床,上去容易下来,南娜,郭兴安叹息了一声,要只是单纯的生活作风问题。 郭兴安倒是,不怎么怕,但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旦深挖彻查,那就不是简单的生活作风问题了。 之前暗地里搞他的人,检举他出入高档私人会所,跟商人过从甚密,这些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问题。 他调到关州市担任书记后,原本还原一个搞矿产开发的朋友,就主动过来找他,想要承包关州这边的一个铜矿。 郭兴安不仅给予照顾,还在办理探矿和采矿证时提供了协助,作为回报。 对方也给了他好处,郭兴安虽然没有直接收下,但却让相关的第三方收了好处。 平复了一下心情,郭兴安拿起手机给洪本江打了过去,开口就道,本江,晚上我请省里的赵书记吃饭,你一起过去。 讲完这句,郭兴安就直接挂了电话,连一句话都懒得多说,他心里着实憋了一股火。 反观洪本江这头,听完郭兴安的电话后,洪本江脸上露出了喜色。 果然,郭兴安吃硬不吃软,他要不给郭兴安来这么一下,郭兴安就总是一副敷衍应付的态度,现在总算是愿意帮他使劲了。 洪本江并不知道,郭兴安在跟他打完电话后,又在办公室待了十几分钟,旋即推掉上午的其他工作安排,坐车离开市大院。 市郊一处休闲庄园,郭兴安来到这里后,市局常务副局长马晋明已经先行一步过来。 看到郭兴安来了,马晋明恭敬地迎上前,郭书记。 郭兴安拍了拍马晋明的肩膀,坐吧,咱俩就不用见外了。 两人走过去坐下,郭兴安随口问道,晋明,最近都在忙什么? 马晋明摇头笑道,就那样吧,现在当了常务副局长,繁琐的事情也多了。 郭兴安听了一笑,怎么,这是怪我提拔你担任常务副局长了。 马晋明连忙笑道,郭书记,您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打心眼里感激您对我的提携,咱们当干部的,就该忙碌一点。 这样,也过得充实一点。郭兴安笑呵呵,看了马晋明一眼,忙不忙是其次,重要的是对权力的迷恋,钱是英雄胆,权是男人威,一个钱,一个权,两个自盗进了天底下绝大多数男人一辈子的追求。 有了这两样,其他的都唾手可得。 话锋一转,郭兴安突然道,晋明啊,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马晋明立刻站了起来,郭书记,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我马晋明愿意为您上刀山下火海。 郭兴安笑了笑,对马晋明的态度很是满意,虽然他也知道这种近乎效忠式的表态要打好几个折扣,但至少听了心里舒服。 顿了顿,郭兴安道,晋明,没你说得那么夸张,但这次的事情相对有些敏感,必须找绝对信得过的心腹去做。 马晋明脸色严肃起来,郭书记您说,郭兴安示意马晋明凑近一点,同马晋明低声交代起来。 听着郭兴安的吩咐,马晋明眼里闪过一丝震惊,郭兴安竟然要让他派人盯着红本江的一举一动。 郭兴安见马晋明听完后有些发愣,道,晋明,有问题吗? 马晋明忙不迭摇头,郭书记,没问题,我保证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郭兴安点了点头,再次强调道,这是一定要做的隐秘,并且必须是绝对信得过的人。 郭兴安说这话时,眼里闪过一道寒芒。 马晋明并没有注意到郭兴安的眼神,使劲点头道,郭书记您放心,我会找可靠的人来做这事。 京城 远郭的一座山上,廖古风和郭国弘沿着上山的洋长小道慢慢往上爬着。 廖古风还拄着拐杖,郭国弘则是走在后边,见廖古风停下来时,郭国弘笑道,古风同志,是不是累了? 要不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廖古风笑道,那就停下来休息一会。 廖古风就近在边上找了一块大石头坐下,吹着秋日的凉风,廖古风笑道,偷得浮生半日闲,好像挺久没有爬山了。 郭国弘笑道,古风同志,您现在没事就多爬山锻炼,这也是很好的有氧运动吗? 廖古风微微点头,他现在工作量减了一大半,算是半休息半工作的状态,私人时间倒是多了起来。 一旁,郭国弘突然道,古风同志,您有没有打算让小乔到海东省来工作? 廖古风微微一愣,转头看了郭国弘一眼。 郭国弘笑道,古风同志,海东省下辖的东盛市,现在有个常务副市长的空缺,这不,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小乔,要是让小乔来担任常务副市长的话,倒也挺合适。 廖古风沉思起来,东盛市在海东省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地级市,经济发达。 乔良如果调过去担任常务副市长的话,看似平调,实则是重用。 如果是对于那种缺乏背景的人来说,这其实没什么好考虑的,因为这是不可多得的机遇。 但对于廖古风而言,他基本上已经将乔良通往正厅的路都铺平了。 尾时没必要让乔良急于调动,毕竟乔良现在调到达关县也才不到半年。 与其让乔良走马观花式的在一个岗位上干不多长时间,倒不如让乔良把基础打扎实一点。 毕竟在县里当一把手,是非常锻炼人的一个岗位,既起着城上起下的作用,又有大展拳脚的机会,而且乔良当前又已经进了十班子。 所以,眼下这个常务副市长的机会对乔良并不是那么重要。 陈思片刻,廖古风道,算了,还是让小乔继续在达关县好好沉淀一下吧。 他要是能把这个县书记干好了,也会有出彩的机会。 他刚上任的时候,不是才喊出了什么豪言壮语吗? 说要让达关县成为江东省的县域经济前五强,总不能让他干不到半年就跑了。 郑国宏文言,点头笑道,也好。 郑国宏说着凝视了廖古风一眼,他之所以会提出这么一个建议,多少是存了将乔良调到自己麾下多加照顾的心思。 这跟廖古风这次疾病复发有很大的关系,上半年廖古风住院的时候,郑国宏没感觉到廖古风仓老太多。 但这次,郑国宏明显感觉廖古风老了许多,两兵的头发一下全白了。 当父母的最牵挂的无非是子女,郑国宏心之廖古风现在如果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恐怕也就是那唯一的宝贝闺女吕倩。 至于乔良,廖古风肯定是爱无及乌。 之前在和他的多次交谈中,廖古风就一直在为乔良的将来谋划。 所以,郑国宏心里琢磨着将乔良调过来,让廖古风心里踏实一些。 不过廖古风既然婉拒,郑国宏也就没必要再多说啥,廖古风的考虑也有他的道理,频繁调动并不是什么好事。 况且,他真要照顾乔良的话,将来也有的是机会。 看了看远处的风光,郑国宏感慨道,上一次咱们一起爬山也才不久前,当时是晚上。 怎么感觉像是过了挺久了。 廖古风笑道,国宏同志,有这样的感慨,说明你的心太老了。 郑国宏跟着笑,是啊,人上了年纪了,就怕时间过得快了。 郑国宏这次到京城来,是来工干的。 上一次到京城工干,他还是代表江东省来开会。 这一次,他却是率领海东省的相关星号星号星号成员到京城和几个大型央企对接项目。 这才隔了两个月,身份已经完全不同。 想想他上次和廖古风晚上爬山时,那天晚上正好发生了海东省那位突发脑溢血的事。 命运的齿轮,有时候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转动,让人始料未及,给人意外,又给人惊喜。 但人的悲欢并不同步。 今天,是郑国宏忙完正事后,在返回海东之前,特地来看望廖古风。 在廖古风兴致勃勃勃地邀请下,陪廖古风一起爬山。 而在廖古风住院期间,郑国宏也抽空去看望过一次,不过因为时间比较紧,来去匆匆。 郑国宏想着心事,廖古风突然道,国宏同志,要不让小贾去试试。 廖古风口中的小贾是贾小智,约莫四十上下的年纪,是廖古风的生活秘书,目前是郑楚吉。 这回就在后边跟着,因为廖古风和郑国宏在聊天,所以贾小智没有跟得太近,很是拾去地拉开了十几米的距离。 郑国宏显然知道贾小智,朝后头看了一眼,郑国宏道,古风同志,您想让小贾到地方去锻炼。 廖古风笑着点头,小贾能力不错,要是一直给我当生活秘书,反倒是有点屈才了,如果有合适的机会,让他到地方锻炼锻炼也不错,要是干得好,就让他留在地方发展。 郑国宏笑道,能让古风同志,您夸一句能力不错,看来是差不了。 廖古风笑笑,这事主要还是看国宏同志你的综合考虑,如果你觉得不合适,那就算了。 郑国宏笑道,待会我和小贾单独谈几句。 廖古风笑着点头,好。 夕阳夕下,时间一晃到了晚上。 郭兴安和红本江下午一起来了黄园,郭兴安回了一趟家,两人晚上才到饭店会合,在饭店门口迎接赵清正的到来。 等了十来分钟,赵清正的车子出现了,郭兴安快不迎上前。 赵清正走下车,微笑着同郭兴安点头致意,看到红本江时,赵清正眨了下眼睛。 郭兴安及时介绍道,赵书记,这是我们时秘书长红本江同志。 赵清正笑了笑,我当然认得。 红本江满脸恭敬道,赵书记,您好。 赵清正笑着点点头,三人一起进了饭店房间,郭兴安和赵清正热络地寒暄着。 红本江滴眉顺眼地在一旁坐着,不时朝郭兴安投过去眼神,郭兴安心领神会,但并不着急。 饭吃到一半,郭兴安感觉火候差不多了,这才对赵清正道。 赵书记,本江同志的弟弟是原达关县文旅集团的董事长,之前因为一些问题被达关县纪律部门立案调查,上个月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人突然就不见了。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据说可能被省纪律部门提走了,具体也不清楚是啥原因,想请赵书记帮忙过问一下。 赵清正眉头微醋,难怪今晚红本江会出现在这里,何这是因为这事?要不是郭兴安提起?赵清正显然不会关注到这事。 毕竟一个政科级干部还不至于引起他的关注。眼下郭兴安为了这种事,亲自跟他开口,而且还是当着红本江的面。 赵清正眼里闪过一丝不悦,这不是让他为难吗? 目光从郭兴安和红本江脸上扫过,赵清正评估着两人的关系。 淡淡道,兴安,现在省纪律部门新上任的那个林剑,可不是什么好相遇的角色,油盐不尽,很不好打交道。 郭兴安陪着笑脸,赵书记您出自出面,他总要给您一点面子。 赵清正点点头,行吧,我回头问一下是什么情况。 郭兴安笑道,赵书记,实在是麻烦您了。 一旁,红本江第一时间站了起来,感激道,赵书记,谢谢您。 赵清正摆摆手,客气了。 郭兴安见证是谈完了,笑道,赵书记,饭菜快凉了,您多吃点。 赵清正笑呵呵道,现在可不能吃多了,人老了,消化系统不行了,晚上吃多了容易胃胀。 郭兴安笑道,赵书记,您还年轻,正当盛年。 老这个字可跟您沾不上便。 赵清正笑道,兴安啊,你这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三人边吃边聊,吃完饭后,赵清正直接告辞,郭兴安和红本江一起将赵清正送上车。 看着赵清正的车子离去后,郭兴安对红本江道,本江,你也看到了,能做的我都做了。 接下来,咱们就只能先等赵书记的消息。 红本江道,郭书记,我知道您尽力了,这份情我红本江一定牢记在心。 郭兴安嘴角扯了扯,心里暗骂了一句养不熟的白眼狼,嘴上却是道,本江,我接下来还要回家一趟,你是直接回市里,还是在黄园住一晚? 红本江道,留在黄园也没啥事,我先回去吧。 郭兴安点点头,那你就先回去。 郭兴安转身上了车,车子启动离开后,郭兴安拿出手机看了看,旋即吩咐司机前往一家酒店。 车子拐了两个路口,在一家酒店门前停下,郭兴安静止进入酒店的一个商务包厢,包厢里,坐着的赫然是赵清正。 跟红本江说要回家的郭兴安,原来是跟赵清正约了单独见面。 赵清正见郭兴安来了,随口问了一句,红本江回去了。 郭兴安笑着点头,他说要回市里,应该是走了。 赵清正砸了砸嘴,问道,那红本江的弟弟是啥情况? 你刚刚当着红本江的面开口,这不是让我难做吗? 郭兴安苦笑道,赵书记,实在是对不住,我刚刚必须做个样子给红本江看。 赵清正皱了皱眉,若有所思地看了郭兴安一眼,提醒道,兴安,你现在依然得注意,免得又被纪律部门盯上。 郭兴安肃然道,赵书记,您放心,我会注意的,这不,我帮红本江出面,其实也是为了安他的心。 他担任秘书长,平时帮我办了不少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总不能让他太过于寒心。 赵清正看了看郭兴安,从郭兴安这话里能听出一些端倪,对方怕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红本江掌握着,但赵清正也不想过多探究。 赵清正很快就差过红本江这事,他刚刚虽然口头答应了,但顶多也就是找人问问情况,并不代表他会真的帮忙。 两人转聊起了其他事,郭兴安想起一事,突然问道,赵书记,桥梁调走的事,还没下文吗? 赵清正撇嘴道,这一批的干部人事调整,暂时被陶书记压下了,没那么快。 郭兴安纳闷道,陶书记这是啥意思啊,我不是听您说,他以前和廖领导的关系不是很融洽吗? 赵清正伸出两根手指,有两个原因,第一,廖谷峰这次生病并没有直接退下来,而是继续留任,这可能让陶仁华投鼠记气了。 第二,陶仁华想将他在南都省的老不下调过来,放在这批人事调整中一起通过,所以他暂时压下了此次人事调整。 郭兴安恍然,原来陶仁华是想加带私货。 不对,这么说不准确,陶仁华是一把手,他想吊以前的老不下过来,这是在正常不过的事,算不上加带私货。 郭兴安琢磨着,就听赵清正诱导,想把桥梁调走,恐怕没那么容易。 郭兴安道,如果苏领导和您都坚持吊走桥梁,难道陶书记会反对? 赵清正叹了口气,人心骑泰山仪,但就怕人心不骑。 郭兴安文言心头一领,从赵清正这话里可以听出,苏华欣和赵清正并不是很齐心。 双方估计都有各自的小算盘,但想想也正常,每个人的利益诉求不可能完全一致。 本就是因为利益关系走到一起,又怎么可能亲密无间合作? 郭兴安很明智地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叹气道,没想到把桥梁调走这么难。 赵清正没说话,一说起这时,他的心情就很糟糕。 两人聊了半个多小时,赵清正接了个电话后先行离开, 郭兴安送走赵清正后,思索了一下,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郭兴安问道,小玉,你在黄园? 电话那头,传来玉江河的声音,是的,郭书记,我在黄园。 郭兴安道,我现在也在黄园,咱们找个地方见面。 同玉江河约了个地方碰面,郭兴安到了后,玉江河已经在等候,见郭兴安来了。 玉江河满脸笑容地起身,郭书记您来了。 郭兴安瞅了玉江河一眼,你住在这附近? 郭兴安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他过来才花了十来分钟,玉江河却是比他更快,郭兴安才会如此猜测。 玉江河点头道,我在附近租了个房子。 郭兴安轻点了下头,招手示意玉江河一起坐,又问道,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得到那张枫阳的信任了? 玉江河道,还好,张总目前看来对我挺信任的。 郭兴安道,嗯,他现在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你好好给他办事,很容易取得他的信任。 郭兴安说着话风一转,他和那个田婿现在在鼓道什么事? 玉江河一时有些犹豫,郭兴安健壮,轻哼了一声,玉江河吓得一哆嗦,连忙道,郭书记,您别误会, 我不是不告诉您,我是在想着要从何说起? 郭兴安淡然道,那就慢慢说,我晚上有的是时间。 郭兴安对玉江河刚刚的反应还算满意,说明玉江河打心眼里敬畏他,亮对方也不敢生出什么二心。 郭兴安并没有注意到玉江河低头的瞬间,眼底闪过一道金光,抬起头时,玉江河已经又是一副恭敬的表情,随即他将这些天发生的事一五一时的同郭兴安详细说了起来。 郭兴安听完,笑容玩味道,断绝留下的财产堪称一笔巨额财富,张锋扬一个女流之辈,之前又不参与公司的管理,现在想要接手公司,看来没那么顺利。 玉江河道,所以,那个田少正在帮张总扫除障碍,我有听张总在和那田少通电话时聊起公司里几个挑头的小股东和管理层,还听到了什么杀鸡儆猴。 郭兴安目光微闪,嗯,你接下来要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玉江河点点头,又装着好奇的样子问道,郭书记,那个田少到底是啥身份啊? 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十分神通广大的样子? 郭兴安道,不该你问的就别问,你办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玉江河惶恐道,郭书记,是我多嘴了。 郭兴安道,你好好办事,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玉江河感激道,郭书记,我会的,绝不让你失望。 郭兴安满意地笑笑,拍了拍玉江河的肩膀。 小玉,我郭兴安说话一向算数,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亏待你。 别的不说,许你将来一个富贵,那是绝对没有问题。 玉江河动情道,郭书记,我这辈子就跟您走到底了。 郭兴安笑眯眯地点头,年轻人总是这么好忽悠。 两人聊了许久,郭兴安又让玉江河陪着他吃了个宵夜,喝了点小酒,这才让玉江河回去。 时间已经不早,郭兴安晚上本也没打算回黄园,和玉江河分开后,郭兴安就近找了个五星级酒店住下。 酒店房间里,郭兴安洗了个热水澡后,坐在窗前注视着外面,眼里倒映着省城黄园繁华的夜景。 还是黄园好啊郭兴安轻声自语着,关州那小地方跟黄园伟时没有可比性。 说是一个地级市吧,但论繁华程度,关州市甚至比不上发达地区的县级市,城市的面积,人口,产业基础也决定了关州市的发展上限高不到哪去。 所以,郭兴安从调到关州的时候起,就只是把关州当成一个跳板。 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渴望和野心让他一直都有杀回黄园的梦想。 当然,要回黄园,那肯定是以高升的身份,如果是平调,对他来说没多大意义。 脑海里闪过赵清正和田旭的身影,郭兴安目光深邃,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既是为将来谋划,同时也存着为自己准备退路的心思,反正有备无患。 玉江和这颗棋子,也算是废物利用了郭兴安,又想到玉江和,嘴角微微翘起,原本以为玉江和在桥梁那失去了作用,再加上对方被开除公职,已经没啥用处。 没想到还能发挥余热。 郭兴安并不知道,此时被他当作是废物利用的玉江和,在和他告别后,在不远处的饭店买了份夜宵,随即来到黄园市区的一个高档小区。 玉江和清车熟路地来到小区别墅区里的一栋独栋别墅,在外头按了下门铃。 一会,门打开,玉江和提着夜宵走了进去,里边的门也已经打开。 这时张丰阳从门进看到是玉江和后,提前叫门打开了。 这栋独栋别墅正是张丰阳的住所,确切地说,是断绝在省城黄园的家,如今自然归了张丰阳。 客厅沙发上,张丰阳拿着手机不知道在跟谁打电话,直至玉江和进门后。 张丰阳才挂掉电话,看着玉江和道,这么晚你过来干嘛。 玉江和笑道,张总,我刚刚跟朋友在一起吃宵夜,想着您可能肚子也饿了,就顺便给您打包一份过来。 张丰阳盯着玉江和看了几眼,小玉,你有心了。 张丰阳今年已经三十出头,从年龄上来说,他确实比玉江和大了几岁。 玉江和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张总,您跟我客气了,我看您最近为公司的事情很操劳,您要多注意休息。 玉江和一边说,一边走到张丰阳跟前,将打包的宵夜打开,道,我看饭店还有包的乌鸡汤,就给张总您打包了一份,听说女人喝乌鸡汤好。 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张丰阳吃笑道,外面卖的乌鸡汤还不知道是啥碗一顿的,你当这乌鸡能是正宗的。 玉江和笑道,可能确实不正宗,不过闻着倒是很香,回头我找人问问,看哪里有正宗的乌鸡,买来给张总您炖汤。 张丰阳好笑道,你还会炖汤? 玉江和道,那必须的,男人必须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 张丰阳忍俊不禁,小玉,看不出你还是个暖男啊。 张丰阳说着话,玉江和这时候已经将汤盛起来端到张丰阳面前。 张丰阳道,放着吧,我自己来。 玉江和笑道,张总,趁热喝才好喝。 张丰阳推了一下,想让玉江和放下,手不经意间和玉江和的手碰到一起,张丰阳微微一正,抬头看着玉江和,见玉江和目光灼灼地盯着他,张丰阳心里竟然生出些许异样的感觉。 玉江和笑道,张总,不是很烫,刚刚好可以喝,您试一下就知道了。 玉江和笑道,张总,不是很烫,刚刚好可以喝,您试一下就知道了。 玉江和说着,有意无意地握了一下张丰阳的手,张总您试试。 张丰阳不着痕迹地把手收回来,好,我试试。 张丰阳接过晚,不动声色地描了描玉江和,见玉江和目光温柔地注视着他。 张丰阳竟是有些不自在起来,眼神躲闪了一下,低头喝着汤。 张丰阳向征兴喝了几口汤,掩饰着内心的不自然,悬疾道,小玉,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明早还得去公司呢。 玉江和笑道,好,张总您也早点休息。 公司的事您不用太担心,早晚都会解决的。 那些现在跳得欢的人,都是些跳梁小丑,翻不起什么浪来。 张丰阳微微点着头,起身送玉江和离开,将玉江和送到门口后,张丰阳又多说了一句。 小玉,谢谢你,你送来的汤很好喝。 玉江和高兴道,张总您要喜欢,以后我每晚给您送汤。 张丰阳错愕了一下,玄机笑道,那倒不用。 玉江和脸上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失望的神色,挤出一丝笑容道,张总,那您早点休息。 张丰阳注视着玉江和的背影,刚刚玉江和脸上的失望他都看在眼里。 这回心里也第一次对玉江和有种不一样的感觉,按道这个小男人倒是挺暖心的。 此时的玉江和,悠哉悠哉从小区里走出来,脸上满是得意的笑容。 空窗期的女人应该是最容易搞定的,玉江和心里如此想着。 玉江和知道张丰阳前几天同他外面养的那个小白脸分了,起因也不复杂。 那小白脸应该是知道张丰阳的丈夫断绝死了,张丰阳能继承一笔巨额财富。 所以找张丰阳要前来着,张丰阳显然不想惯着对方的臭毛病,直接将对方给踢了。 本就是出于空虚找的小白脸,谈不上什么真感情,张丰阳又岂会让对方拿捏。 暗地里一直在偷偷查张丰阳和田旭的玉江和对这些事了如指掌。 知道张丰阳现在是单身一人后,玉江和突然动起了别的心思。 而且,根据玉江和的观察,张丰阳和田旭虽然看起来关系亲密,张丰阳有啥事都会跟田旭商量, 但玉江和敏锐地发现张丰阳和田旭的关系其实貌合神理。 表面上看起来对田旭言听计从的张丰阳,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是咬牙切齿的神情。 这帮人互相算计来算计去,也不知道谁是螳螂,谁是麻雀与江和咧嘴笑着。 他虽然只是个小人物,但谁规定他就不能上桌奋一杯羹了? 我命由我不由天! 经历了这桥梁这事,遭受了现实毒打的玉江和,如今只知道一点,人永远别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只有自己为自己打算才是最实在的。 这些日子,玉江和没事的时候就看情感类的书籍,研究如何泡妞,如何快速俘获女人的心。 其中看到的一句话,让他受到了很大触动,这话大意是这样的,不论爱情还是友情,男人也好,女人也罢,只有在社会上跌过跟头,才会知道千万不要去考验人性。 你所认为的牢固的爱情,坚固的友情,很多时候,在金钱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这话让玉江和深以为然,自古人心最多变,也只有小孩子才会天真。 跌倒过一次,玉江和现在是彻底学乖了,再也不能相信别人,好好为自己将来的富贵谋划,才是真的。 第二天上午,乔良到市里参加班子会议,今天的会议内容主要是学习陶仁华在省班子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同时研究部署近期的相关工作。 上午九点,乔良来到市里时,省大院,省纪律部门一把手林剑的办公室,陈鹏来到了这里,刚看完今天的江东日报的林剑, 乔一看到陈鹏出现在自己面前,脸色有些发愣,陈鹏。 林剑眨了眨眼,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在他认知里,陈鹏现在应该是在关州办案才对。 现在陈鹏突然回来,脸上又带着凯旋而归的笑容,林剑不禁笑道,陈鹏,看来你是带着好消息回来了。 陈鹏带着喜悦的神色,林书记,啥都瞒不过您的火眼金睛, 我还想说给您一个惊喜呢。 林剑笑呵呵地指了指陈鹏,你这突然回来,又故意不让秘书通报,不就是给了我惊喜了? 陈鹏上前笑道,林书记,那红华生全都撂了,把他哥哥红本浆也供出来了。 林剑点了点头,果然跟他猜得差不多,陈鹏突然回来,是因为红华生那边取得了突破。 林剑忍不住感慨了一句,不容易啊,一个月的时间,总算是让这红华生撂了,着实是辛苦你们了。 林剑说这话时,也注意到了陈鹏两眼的血丝,心知陈鹏昨晚怕是又熬夜了。 陈鹏道,辛苦倒是谈不上,这个红华生确实是个难啃的骨头,我查了那么多违法违纪的人, 红华生算是我遇到的比较难缠的角色之一了,昨晚看到他心里开始松动,我们就一鼓作气,跟他熬了个通宵,总算是一举攻破他的心理防线。 陈鹏说这话,将手头整理的案卷递给林剑,林书记,我赶回来,主要是跟您请示,要不要对红本浆采取错事。 林剑没急着回答,而是先翻阅起了案卷。 花了七八分钟,迅速将案卷浏览完后,林剑沉思片刻,点头道,既然证据充分,那就动手,对红本浆采取错事。 陈鹏一脸振奋,好,不枉这一个月来的辛苦。 林剑和上案卷,你们都不容易,但办案归办案,不要老实通宵。 办案的同时,身体也要放在第一位,回头办完关州的案子,你们都好好放几天假。 陈鹏道,关州的案子还不知道啥时候办完,现在拿下红本浆的话,算是成功了一半。 林剑笑道,放心吧,我相信胜利已经在招手了。 陈鹏轻点着头,想了想,问道,林书记,陶书记那边。 林剑目光一明,道,这样吧,程序从简,我现在就给你签字。 你马上赶回关州,去对红本浆采取错事。 陶书记那边,我这就去给他汇报,两不耽误。 陈鹏点头道,好。 林剑在文件上签字后,陈鹏便拿着林剑签字的文件迅速离开。 林剑也来到了陶仁华办公室。